大家好,我是成帝 在河边发现了一条鱼,看我徒手抓上来 你们看,这是啥鱼 这边的鱼更多 这条鱼眼睛怎么没了,可能被螃蟹袭击了 徒手抓鱼也太难了吧 上次的陶钢抓到了不少鱼 配合这冬瓜效果应该更好 制作一个抓鱼陷阱 掀开一个进鱼口 底部也打通,这样鱼就会顺着进鱼口到陶罐里出不来了 用牙签制作出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进鱼口 让鱼有来无回 放上去看看 非常的完美 现在我们出发河边 怎么感觉我捧了个仙人掌 就这里了 就地取材,找个田螺充当诱饵 把幼儿放进去 现在我们把陷阱放入河里 压两块石头,要不然会扶起来 老规矩,下午看收获 鸭子到底想干啥 千万别去我那抓鱼陷阱把鱼吃光了 此情此景,想不想银吃一首 差不多也要去看收获了 先观察观察有没有鱼 好像有鱼拖了个泡泡 那就赶紧把它拿起来吧 有点分量,是不是鱼太多了 把盖子拿开,准备倒出来看看 天呐,这也太多了吧 看看都有啥鱼 这条小石斑看上去很活跃 还有几条小鲫鱼 无论